早晨,大家好,今天是3月4日,星期二得道,早晨,财经 我是你们的主持道心,令数据变为机会,让知识变为财富,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道指收市反复下跌了96%,纳指下跌了1.56% 俄罗斯打烏克兰已经进入第二个星期,两个国家再次进行谈判 会后同意举行第三轮和谈,油价高位回落 另外美股周四反复下跌,道指组段曾经涨过287点,先升后跌,高见34179点 但很快就掉头下跌,一度跌了249点,全日低位跌过33641点,科技股为主的纳指跌了2.03% 鲍威尔重新3月加息0.25%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说什么呢? 他就和国会委员会作公,重新局方令将不息一切稳定物交 忽然间好像鹰派上身,包括加息和缩表 认为3月份应该加息25个基点,必要时就不会将多次加息 消息就利淡美股,美股也在说完之后收市的时候 当然反复就会跌了,将升市的点数全部抹去之外 另外,Tesla在德国厂房获得通过最后审批 但股价仍然跌4.61% 军工股,洛杰马丁跌幅宿窄了0.5% 波音跌4.5% 亦是表现最差的道指成分股 电子零售商百思买,即是Best Buy 暢好长转前景,股价占8.9% 英特尔和微软分别是1.91%和1.44% 欧洲股市美段跌幅都扩大 英国、法国、德国分别跌2.57% 1.84%和2.16% 花旗策略员调高了美股和科技股的投资评级 由中性上调至增持 最近的实质债息急回 较有利增长股 但继续看好部分价值股 维持英国股市和环球金融股的增持评级 俄罗斯乌克兰的战士开始后 跌幅集中在业务和与俄罗斯有关股份和金融股 建议后低吸纳 因为地缘政治危机过后 股市往往反弹10-20% 另外,美国十年期债息美段 反复回落至2.5个基点 去到1.853厘 盘中高位和低位分别见1.895和1.83 美汇指数升了0.39% 报97.77 投资者忧虑 欧美可能限制俄罗斯人使用加密货币 所以比特币回调了4% 去到4.2万美元 美国多项数据出炉 直至2月26日为止 一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 减少1.8万 去到21.5万 两个月的低位 并少过预期22.5万 截至2月19日 一周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 轻微增加了2千人 报147.6万 高预期142万 多少少 另外2月份的ISM服务指数 约6.5万 远1446.500万 远1646.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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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企油 一度再升 下跌至5.4% 高建煤桶116.57 创2008年以来的新高 波兰特旗游直撲到120美元大关 升了6.12% 去到119.84美元 旗后急速掉头 倒转跌3% 很厉害 这个很大的波幅 所以美市收市两大旗游分别跌2.65%和2.19% 联储局本月就小加息 现货金价也整股 美市每边市是1939.1美元 升了0.54% 留意了 通常逢星期五 我查过很多时候 星期五的夜晚 夜期都常常会动 星期四的夜晚 即是预备迎接星期五 昨晚又动了 夜期低水收市报22,097 低水370点 成交有26,883张 各指期货报7789点 低水亦是111点 可以这么说 为什么波幅又是在夜晚做了敏感度很大 你看到刚才美股收市 由升转跌 当然美股就聪明了 不停爬上去 起码跌下来的时候 都有回到上下 但是这个港股就只有跌跌跌跌跌跌 可以有的 可以在昨晚 其实大家留意一下 星期四的夜晚 很多时 或者 未必一定星期四的 很多时有些夜晚 8点多钟左右 我说是夜晚 不是早上 8点多钟左右 可能做过上山 去到约摸10点钟 跟着10点钟 就应声好像美股那样 不是美股 应该 其实昨晚来都是这样 纳指、罗素2000等等 其实德股的指数 DAS都是了 去到10点钟 升了上去 再升不回 跟着就细细跌跌 但是美股延后一点点 就是道指 道指延后一点点 没那么快的 好像开完时 好像耍点松一点 才延迟了1小时 然后应声下跌 不停地跌下去 但是港股就举得特别兴奋 但是没所谓 如果炒IG市场 其实我也说过了 如果用IG的港股的小期 都是3千多元左右 这个XP划算要2万多元 换句话说 那个杠杆性大很多 但是 谁不知原来 那个道指或者纳指 纳指去到很便宜 如果一张澳洲纸 都是四五个水 四五百元港币 你说多夸张呢 另外如果美股一张澳洲纸 都是1千元左右 美股如果澳洲纸 的一张港股 去到的都只不过是2千元左右 所以倍数你见到是不同的 所以我计算过的数 如果罗素2千 1点就等于港股31点 纳指和德股 就等于5倍左右 所以如果我点数 好像昨晚那样 跌2-3-8点的 这个德股就很夸张了 等于1千5点的港股 而且这个升跌幅是很顺的 不止港股 现在早上我都打算放弃了 因为昨晚我都是炒美股居多 或者这个外国势力 不是只是美国的道指的 罗素2千比较我喜欢一些 还有这个纳指 可以这么说 完全那个波幅是比较容易看 还有走得大 所以也都时间快 跟港股之后早一段 就完全是浪费了 又难判又慢又窄覆 容易乱打巴的 所以这个但是 生理时钟问题 如果大家可能要开工 未必会炒到 现在都明白 唯有可能下午 如果炒一下这个德股 他肯开边就好了 还有如果下午德股 不肯开边的话 通常是晚上 走来美股一起开的 大家留意这些 不同的鬼暑时间 还有那个 我们的pattern 习惯了 希望也都帮到大家 因为有很多朋友问我 有什么经验 或者分量一下 其实都是说一句 所有指标都是慢的 都是滞后的 因为指标是因为价格 走完之后 那个指标才会量度到 是中了 而不是看了指标 你看到指标 有这个指标 所以就会升跌 这些所有都已经滞后了 已经滞后了一段时间 当然是否可以更加 就算指标出都可以做到 都有一阵呢 可以当然啦 但是这个呢 可能慢了的时候 也都有机会 如果在扎福市的时候 就会打巴了 因为你滞后了 那它很快的时候 那接着就 你当你指标出 说买升的时候 往往就做了大师的了 那就变了一跌了 所以这个 最近因为港股 扎福 我的炒卖港股 都不是那么好成绩 自己都觉得一般的了 我研究了一套 可以半夜两点多的 昨晚都试着的 不过忍不住手 三点充 我先吃了先 应该今天开市呢 我估计 八几点应该有得赚的了 如果我试试了一套 半夜两点多左右 去入港股夜期的话 早上可能都有 一百几十点 最多是没有赚 或者是少少 但是多质的时候 可能分钟有几百点的 但是就要这个 过夜的风险 还有要晚一点点了 要半夜两点多 你说一般人可能说 杜Sir你没有玩东西 不是我玩东西 这个他的pattern是这样 唯有我自己 可能都未必那么晚 教我闹钟 就看看两点起床 当多个夜了 看一看 OK 入得 买一点点 一路尝试一下 买一张澳洲纸 可能我一至两张澳洲纸 即是什么呢 可能10元8元到一点的 然后就等过夜 定了我只蚀 行不行就可以睡觉 起码不用那么烦 睡醒了 一开始有二三八点的 最好有三四八点 没有的 八几点 或者甚至 最多打和 或者输小当赢的 拉云有着数 不用早上被他折磨 研究了之后 会再和大家分享下 有个人叫梅斯特 梅斯特海人 他就是美国克利夫 南联储银行总裁 他就说 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 会刺激通胀 联储局就有必要加息 他说 因为这个 俄罗斯发动战争 也会导致通胀恶化 联储局必要加息 他接受CNBC的访问 战争导致商品 尤其是农作物 和能源价格上升 大家要知道 乌克兰和俄罗斯 都是不同的出口大国 乌克兰更加是 食物大国 出口的时候 都非常之多 所以消费物价指数 会上升 俄罗斯 大家都知道 出口能源 所以两个的出口大国 他们这样打仗 如果再拖场的话 这个引起物价 不是原先打仗 令到加息步伐 可能会减慢 相反 因为这样 而通胀形势更加严峻 当局可能 更加大获地 可能要加息应对 要去更加严谨 但他说一套 做另一套 好搞笑 梅斯特 他就说 目前不支持 更进取地加息 半厘加快幅度 并不适合 虽是乎加息后的通胀原势 可能他也认为 缓缓地加 不会一个国家那么多 另一单 赞下我们的香港首富 或者亚洲区首富 李嘉诚先生 长和受英国电讯发射塔 获批 作价324亿港元 某个KOL就说 李嘉诚他们会 悔废厌眠 但自从过了英国之后 现在有收成 将英国电讯发射塔 因为发射塔 都作价324亿港元 卖出 当然了 这个就未必去做 trade 可能就是这个 背后大公子 李泽巨和霍建玲 在发工 宣布向Selis 出售旗下 这个叫做 CK Hitchison Networks 英国电讯发射塔 的资产 获得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 决定批准 相关资产交易作价 37亿美欧罗 撤合324亿港元 现金和股份 符合英国当局的有条件批准 这个买家就需要将这个 现有药缸的发射塔 出售于独立第三方 一旦满足批准的条件 长和 这单交易很快就会完成的了 原来买家这个 大家是老拍当来的了 他们在2020年同意 以总代价100亿的欧罗 向Selis出售 在奥地利、丹麦、沃尔兰、意大利 瑞典和英国的电讯发射塔资产 和业务 相关交易分为六项独立交易 每个国家都各占一项 奥地利、丹麦、沃尔兰、发射塔资产 已经在2020年完成出售 而意大利和瑞典的交易 交易会为股东释放 集团电讯的资产增值 亦的价值会提高 以及 营运效率会再升 有助加快5G网络的步伐 为及英国的消费者 当初KOL 即是萧生 说人家灰飞烟灭 又说人家的儿子 宣众谋 但结果呢 去自己的儿子 去自己的儿子就宣众了 整间公司 就能够败烟灭 搞得欠人周身债 但是现在也有说 当时又说这个 当时 外国英国那些 可能很难会 审批他们那些 加价或者申请 各方面 你看人家的政策 又不是那么容易批 不要看到这样 你够在我们这儿 香港和中国 被人吃了去更糟糕了 起码现在 你看人家又批了 可以埋出这个 发射塔 还可以代三百多亿 另外不只是英国 刚才我说 奥地利丹麦 爱尔兰 意大利 瑞典 都是一样 同意可以 出售这些发射塔 大家 超人造trade的能力 在外国 在一些有法制的地方 你不用和他们担心 好 回到香港 昨天有个 有个股 叫刑警 刑警股 新州 曾经急 卸20% 没了雄底 这只股 长时间都是基金外股 但是 它存了沽仓很久了 我想没一年都大半年了 原来一夜来队 有时看着空军 看见沽仓 它不停加 但是又没跌 原来 原来 还没存够 存够货 之后 一夜和你 真是厉害 当然 后面是不是收到消息 当然收到消息 另外 汇丰终止了五年跌 专家就说 弱势未改 俄罗斯 乌克兰局势 会持续 也会构成两大 打击 汇丰在过去半个月 十级以下 有五内风流 有五内之多 那些跌口 人家三个跌口 下跌 做够到 我也不知道几个 N个跌口 这个好像 打桩 好像 世界股 不断 一去没回头 升了 五六成 可以 大的股 升了那么多 当然要回 去到 从上 60元的大关 无功而回 之后 突然受到 乌克兰战局 所谓困扰 一年 仓客 五年跌 回落 甚至五十一元左右 隔晚联储局主席 鲍威尔 倾向支持本月 加息0.25厘 令美元 长债回升 汇丰也反弹 收市就升4% 好似跌势传定 大家就不要想着 又去捞底了 因为往往 这个散户都很喜欢捞底 捞底 经常都是 之前做了高价之后 跟着 在去年12月11月 入汇丰 他就不会制 反而 去到高价之后 跌下来 经常贪便宜 通常都是这些 利淡因素 未来会 联储局加息 加上 俄罗斯 乌克兰打仗 两大会夹击 亦都是金融股 所以汇丰 千万不要想着 来着 好像很划算 去捞 所有的金融股 银行股 来着 可能都要 大家要省省少少 今天没什么特别 大战 看下 开市 昨晚 入 当然 早吃了 但是不要紧 很重要的 再试一下 这个策略行不行 夜期 在临收市 差不多附近 买了下去 看看今早的效果 又行不行 可能 开市又要吃了 开始吃了 可能会 弹一点 接着 再下跌下去 都不顶 今天讲股 星期五通常都是 走势都会大波幅 即使 想知道一个不同的资讯 记得去 Facebook 导心炒股 最近 写的东西 有些 有时 眼睡都写得 轻轻 接着会 用心写好少少 大家可能 最近 香港 局势又要到处 撲野买 都没之前 那么多留言 大家 努力 大家一起努力 另外 欢迎 订阅我的频道 分享给老友 记得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报 和星期二新闻集团 记得订阅 还有 做齐六部曲 帮下我们手 无限loop大法 财经节目更加要支持 因为 比较少黄标 记得帮下我们手 另外 免责声明 本节目提及的内容 仅作为讨论 分析使用 不作为任何买卖 投资推介 仅作参考 风险自负 多谢各位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